这家珍宝馆的厨子 是被贬斥的宫廷御厨 她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 特意在这个不检验的地方 开了一家馆子 而且她每天只做三道菜 不管你有多少钱 都吃不到第四道 这么厉害 不过今天天太晚了 而且大门紧闭 我们应该明天再来 我们来都来了 还有不兴趣的道理 或许 翻墙 翻墙怎么了 原封说了 翻墙不好 只有小偷才翻墙呢 我不要做小偷 又是王原封 他到底改变了你多少 你以前根本不是这样的 我就不信了 好香啊 这个真好吃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烧肉 你再尝尝这个腊肠 只不过不要把它都吃了 怎么了 刚才进来的时候 我已经花掉了很大的力气 待会儿出去 我们得找个工具 我看这个腊肠不错啊 好香啊 我给你做小偷才东西 就在这是老师 好香啊 你可以给我给你帮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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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我还还了你的孩子 姐妹 姐妹 你们来干嘛 你说 你说 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承担的张吻投说了 小孩子的教育要从娘胎就开始 看我给你买了 古诗三百首 文件给你听啊 读在异乡 唯一课 每逢佳节 倍思亲 腰之兄弟 登高处 便插什么 你看你看 你看看 一边去吧 文盲还教股师呢 照我说 学这种文族族的东西 根本就没有用 宝宝最重要的是强身 健体 以后每天跟我打一炮拳 诚实不足 我败书 铁臂 我都打听好了 开轿还是音乐最过流 我特意去学了一首曲子 我去给你听啊 走走 停 干什么呢你们 闪开 你也一边去 什么古诗 音乐的 吵都吵死了 要来就来点实际的 确实有用的 这是我给孩子买的衣服 这药赶紧给顿上 你愣着干嘛呢 买个宝宝床去啊 是吧 现在你的身体最重要了 傻孩子 你要乖乖的 那个臭男人你想他有什么用 从今天开始 你这孩子以后就跟我的姓 我就是孩子的干年 不行 不行 怎么不行 其实我们三个今天来 就是想当孩子的干爹 对对对 大大大爹 二爹 不行 刚才不是说好了 我才是大爹 你们俩二爹三爹 不行 你个怂样 我粘一个命的 我是大爹 对吧 看看 我们铜墙铁壁无间不摧 我们才是天生一对啊 谁跟你天生一对啊 你看 你看 笑什么笑 看你笑的那个迷人一样 你敢气死我呀 所以美女不快的名头 都被你给抢了 笑什么笑 不许笑 不许笑了 在聊什么这么开心 艾鸭在给我们大家拍活呢 你看看你 我洗衣服 我都不要 这几天啊 我都不要 我感觉你都瘦了 我没事 既然如此 艾鸭 你也给我拍个活呗 你注意身体 我过两天再来看你 借过一下 你们谁又欠他钱了 这个是我娘给你炖的无鸡汤 补补身子 谢谢啊 不行不行不行 你都先低头了 怎么还那样 这 喂 你们都乐着干嘛 谁为我喝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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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我来我来 你我也要你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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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不许笑 你我来でも 我来往哪里 你会你 你不许笑 你我去哪里 我来影片 你可能快走 那里 我来 resolved 我去哪里 我来我去哪里 你把我来 我去哪里 想要守闸 那是我爹娘 唯一给我留下的遗物 他们本是一队前途无量的捉妖师 二十年前 他们打探到一个消息 说皇宫里面有妖魔 于是 他们带着满心的期望前往 但没想到 竟然被人设下毒计 反而成为朝廷捉拿的钦犯 我爹当场惨死 我娘好不容易捡回来一条命 从此之后 我便跟我娘 过着四处逃亡的日子 来 小心 站住 站住 别跑 站住 站住 别跑 在我七岁的时候 我娘得了风海 身体很虚弱 结果 结果就被一帮官兵给捉到 把他活活活打死 把他活活打死 把他活活打死 所以当你听到神燕要为母亲报仇的时候 你就那么激动 我娘将下药首长以及她一身中药的本领全部传授给我 不过她告诉我 除非万不得已 千万不能跟任何人透露我的身份 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 我都打着糯米侠的旗号在捉腰 我就认我自己捉腰功夫不到家 一时没有办法去皇宫帝王父母报仇 皇宫里有妖魔 所以你一直拒绝艾亚是担心你侵犯之子的身份会拖累她 艾亚因为我的事情 因为我跟铁臂的事生气难过 我却不能告诉她真相 这对我来说也是心如刀疼 对对对对 我懂你的意思 你做的都对 而且你也是为了她好嘛 但是 爱亚她自己是怎么想的呢 如果她是坚定的 真心的 想要跟你在一起 那她还会在意你的身世 背景 虔诚往事吗 小新姑娘好 这 这 这怎么越来越多了 这都是公子吩咐的 不行 我去找他去 姑娘 这个时辰公子不见客 请不吝点赞 çocuk 你怎么回事 还在一起 奇怪 怎么能没什么用呢 任公子 你不要再说我东西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看起来挺眼熟的 眼熟 你见过吗 远峰给我一个 说是什么西式珍宝 在哪 弄疼我了 你把它给吞了 远峰说 吃下去可以强身健体 百病消除 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用啊 好你个王远峰 你居然敢骗我 你要不喜欢的话 我就让他们不要再送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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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翠 小翠 我有东西要送给你 我说了 不要再送我礼物了 这东西可不一样 我那天在街上看见你呆呆地在看着他 对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怎么 你不喜欢吗 喜欢 但不是这一只 小翠 这段时间你还没有体会出我对你的心意吗 但是 我已经嫁给袁峰了 那你为什么要抛弃他 那天晚上你欲言又止 我就料定你根本不是为了要激励他奋发图强而离开他 这位小翠姑娘 怎么看着那么密疏 她不就是之前捕获全城的狐狸精吗 我说了你不要害怕 她们那天说的 说的狐狸精 是真的 我不是人 你不害怕吗 小翠 小翠 我不管你是人是妖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只要你相信我 接受我 在我这里我可以给你全新的名字 全新的身份 全新的开示 再不会有人对你投注异样的目光 从此以后你甚至可以不是小翠 你只是我喜欢的姑娘 不行 不行 你不能对我这样 小翠 你对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你不明白 就像这只狐狸一样 它虽然好 但它不是我喜欢的那一只 远峰就像我喜欢过的第一只狐狸 我再也没有办法喜欢上第二只了 谁是你喜欢的第一只狐狸 这可说不准呢 算了 既然你不喜欢这个狐狸 那就收下这个吧 这条链子怎么样 不行 不行 或许有一天你会愿意 把我送给你的狐狸 挂在这根链子上 不行 不可以 小翠 就算你不喜欢我 你也不能剥夺我对你好的权利 我们两个人清清白白的问心无愧 就算王云峰知道这件事情又怎么样呢 但如果我温心有愧呢 我说的话了 这次我赌对了 你对我到底不是全然无情 你对我到底不是全然无情 你准备了 走吧 你准备了 走吧 我来自另一个星球 二维 和你相遇在这星球 却在戳的时候相拥 不知不觉爱得很浓 你说很怕我会远走 我去跟我的外太空 如今你却先说要走 留下回忆陪我泪流 我会在遥远的星球守候 我一无所求 只愿你捏笑着走 看见你天空的彩虹 却走不进你的宇宙 我们活在不同星球 我会在遥远的星球守候 不需要理由 愿你幸福到最后 就算我永远走不到你的身边 和你亲手 你惯了 我去够 我呢要每天对你说三百遍 我是最喜欢你的人 一直到 我们都死了 我都不会忘记 任了我台湾的星球 无法带你逃出黑洞 如今只能够成熟 这个给你 你呢 就多给他买点肉吃 我就不要了 好好好 还有这些给你 就都给他买肉吃吧 好 好 再见了 美丽的事不再倒了 来 却永远活在我心中 我会在遥远的星球树 我会在遥远的星球 我会在遥远的星球 光险没有幸福 只愿远的天空 我会在遥远的星球 我会在遥远的星球 让开 让开吧 别妨碍我们工作呀 住手啊 让开 站住啊 今天干不了活了 走吧走吧 明天再来吧 走走走 走 到心想的梦 宇宙里最温暖的手 我却没有办法牵走 我陪不上你的温柔 我会再遥远的星球守候 就算没以后 也没效果要出走 因为我还是找不到你的 都不爱你 乱不游 是在我身中 要不要点个姜茶 去去寒 你有什么话赶紧说吧 不是 那我们边吃边说吧 好吧 小二 来喽 小二 快点菜 来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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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菜你应该特别熟悉 你最爱吃 这是您的菜 一份百年好合浓艺甜蜜双食餐 两位慢用 公子 要不要再给您多百副碗筷啊 为什么多百一副碗筷 您之前来不是每次都叫我 多百一副碗筷吗 今天你们两个人刚好摆三副 不用 今天我们正好两个人 谢谢啊 好嘞 我呀 我之前 他已经不停的了 你怎么办 这个人哪个小时 怎么不停的了 你怎么不停的了 你怎么不停的了 要不停的了 你怎么着急的 我还不停的了 我还不停的了 你怎么着急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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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什么时候去啊 得了 别吃了 这些不新鲜 臭的 都有味儿 不好 小二 小二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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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坏得死的 不要了 明天菜一样给我来一个 公子 这您吃得了 管我呢 我们有钱 你别开心 公子我有钱吧 快点 好嘞 马上来 既然你吃饱了 我就先走了 我不行 我还 还饿 我 等我一下 我去一下 我去一下 你等等我 我们再回去吃一点好吗 我真的还能吃 我还可以的 相信我 小翠 炳风 我们永远回不去了 可以的 我 平生 把小翠带回去 是 是 我有一些话想单独和王元峰说一下 小翠 你放心吧 我不会伤害她的 小翠姑娘 请吧 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我做错什么了 你明知道江翠是我妻子 可是我之前不知道 我知道的时候 我发现我已经喜欢上她了 孔勇气 不可惜你没听过 可你却不能给她幸福 这补天之下 只有我一个人能给她幸福 就因为你是皇帝的儿子 你是太子 你了不起啊 并不是 其实我什么都知道 我知道她不是人 她是狐妖 你 你怎么知道 她告诉我的 她之前怎么告诉你 就怎么告诉我 你撒谎 我撒谎 那你去问她呀 黄元峰 我们是朋友 若非因为她是狐妖 我再喜欢她 也只会在远处默默守护着她 不会靠近分合 可是自古以来 人与妖就不能在一起 她和你在一起 只会落得一个 灵力耗尽而亡的结果 灵力 耗尽而亡 这个 就是她离开我的原因吗 那为什么你 难道 难道 难道你不是人吗 我是 我是太子啊 我身上有龙器护身 可以延续她的生命 而且她跟我在一起 有机会可以变成人 不可能 不会的 你再骗我 我为什么要骗你 王元峰 我是太子之尊 一言九鼎 我今天就老老实实告诉你 小翠我现在要定了 她这辈子 下辈子 下下辈子 都只能是我的女人 你让开 下辈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是 少夫人 真的是你 夫人 少爷 快来看哪 少夫人回来了 小翠 你回来了 让您看看 怎么这么瘦啊 夫人 你为什么叫我夫人啊 修书呢 修书 什么修书啊 小翠有事找我聊聊 我跟她进去说 这是怎么回事 修书 修书 既然你去已决 那我也 不留你了 这些都是你以前 喜欢的东西 你要是想要呢 就 带走吧 我 我想要这个 还有这个 算了我都不要了 不是 要不把这个带走吧 这个 你记不记得 记得我跟你说 要补办一个大的婚礼呢 现在好像也办不了了 你要不就 把自己这个拿走 好 别让他们分开了 他们在一起挺幸福的 分开了多孤单呢 小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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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啊 喂 你醒醒啊 我是最喜欢你的人 我是最喜欢你的人 你醒醒啊 小翠 喂 小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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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过 这回你醒了吧 我跟你说过 这回你醒了吧 麻煩你 从今往后 难回一家 再无瓜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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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很怕我会远走 我却跟我到晚回空 如今你却先说要走 留下可以陪我泪流 我会在遥远的星球守候 我一无所求 只愿你能笑着走 看见你天空的彩虹 却走不进你的雨中 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 小翠 你相信我 你的未来会更美好 不需要拥有 愿你幸福到最后 就走永远走不到你的身体 如果你当时喜欢的第一只狐狸是我 那该有多好 那边就会翻转走 我三个妹 看见你 那边就不需要 这两个局 明天 那边就变得 到哪里 我解放 大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